千岛湖该怎么游 不要上岛是一个夯实的好建议 这个上坡 纯安千岛湖在浙江自然是没得说 风景如画 家喻户晓 省外的朋友们在概念上稍微会有些模糊 但也有不少人听过这个地名 假如有一天你的心累了 这里就是疗愈心灵的最优选之一 酒店度假 环乎其行 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景观 鲜美鱼头 地道小吃 让人回味无穷的见得与纯安美食 这次就和我们一起在千岛湖好好度假 刚到酒店大厅 大面积的玻璃窗就把我们吸引住了 因为下雨 景观之处的千岛湖若隐若现 不过先等一下 我们来看看房间 这可能窗帘也是自动的吧 酒店的价格为580元左右一晚 性价比极高 毕竟是淡季 加上疫情 算是赚到了 放下行李 我们直奔楼下 虽说下了小雨 但别有一番紧致 I got lucky in the rain 回到酒店 打开一份外卖 只能说这里有小吃 真是好吃 到了夜晚 我们自然也不会放过鱼头 不过还是老话重提 所有详细的美食评测 都在下期的美食篇 敬请期待 希尔顿的早餐 我个人觉得 以我们的价位来说 肯定是真香 但如果在旺季等情况下 住宿单价超过了900 我们就觉得有点亏了 肯定是不如 认真找找当地的小吃 来得靠谱 算是一个参考建议吧 自从青岛回来后 小米就认真努力地学习游泳 吃完早饭 酒店的游泳池 小米自然不会错过 我先带大家逛一下风景 之后再和小米会合 我们又去镇上 看了看风土人情 休息完毕 又去爬山 登高望远 开场我们就以说明 不上岛是一个夯实的好建议 但如果秉承着来都来了 那么恭喜你 唯一能被黑的黑点 让你给遇到了 因为在这里 没有什么能比环湖骑行 更开心 至于自行车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在当地租一辆就可以了 我们的目标 是从市区全王某红书所说的 上江布大桥 来回一共22公里 这个上江布大桥 命都没了 这啥 这心跳 120号 我们骑了39分钟 6.95公里 马上7公里 加油 超过小米 下坡 等小米 已经这么累了 起伏路可以玩 又到了九尾的下坡了 太美了 看有个大桥 这个风格 说不出的感觉 就很 很美 看到桥了吗 看到了 在这里 我看过了 接着 在这里 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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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以为拍到大桥就心满意足了 没想到在回去的路上 西洋西下最美的风景 竟是此时此刻 虽然筋疲力竭 但真的酣畅淋漓 最后的时间 我们还是要寻找一下当地美食 同时也作为我们下期的美食篇预告版 在此也推荐大家 闲暇知识来千岛湖就对了 要不要记一下 有上面 走在你后面 越尖使脚